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2号 不知不觉已经进入12月了 这个12月份对每一个理财的朋友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 因为很多事情在12月就要开始 就要着手做 因为如果是用12月31号来划线的话 过了12月31号就不属于今年可以defer或者是免税的一些方法了 因此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分成很多的段落 我们在上半场请到的是资深理财顾问李佳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在我们进行第一段的专访之前 先跟大家报告今天的美股的成绩表现 美国的股市呢 在今天因为11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稍微逊色于预期 失业率降到4.6% 这个是创了9年来的新低 在收市时 道指下跌21.51 报19170.42 标普500指数上涨0.87 报2191.95 纳什达克指数上涨4.55 报5255.65 在这个礼拜道指累计上涨0.1% 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1% 纳什达克指数下跌2.7% 还是大型的高科技的股票下跌的比较多 这个是今天的股票成绩表现 现在欢迎我们第一场的嘉宾李佳音 李佳音你好 走了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像刚才所说的12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 那么很多的退休金啦 还有各种理财的产品 都是要在12月31号作为划一个线 都要做一些准备 因此呢 嘉宾将要在本周日12月4号 礼拜天的下午2点 在嘉宾李财的办公室 举办一场讲座 这个讲座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讲题是如何做到结税 延税 免税的工作 OK 如果真的做到了 真的可以让自己一年或者是一辈子的苦心的储蓄 都不要交那么多给Uncle Sam吗 对 因为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利用的 尤其是在理财产品当中 如果说你对一台有兴趣 而且对产品又有充分的理解的话 可以非常巧妙的方法 可以做到结税 延税和免税 首先就从做父母 每个父母都是很负责的父亲母亲 花了很多钱来培养 来抚养子女 然后儿女长大以后 父母也希望孩子继续能够帮忙 在这方面怎样做到达到好几种的目的 做父母的也可以延税省税 做儿女的也得到好处呢 对 比如说小孩子长大了 需要大学教育资助 房子需要投机款 或者需要办一个好大的婚礼 或者说要去度蜜月 这些高额的开销 小孩子可能根本当时是拿不出这些钱来的 但如果说父母送钱给子女的做法不够聪明 很可能要付很多的税 是给的人要税 要付税 这是赠与税 那我这边就有一些方法 那是把财富留给子女的一些聪明的方法 你知道在每年可以任何人可以给任何一个人 一万四千块钱 国会局会让你有一个限度的这样的钱 而不上税 那2016年当然这不用付赠与税的上限 您就是一万四千块 如果您的手头宽裕 您和您的配偶 每人每年都可以给每一个子女一万四千块 比如说如果自己有三个子女的话 父母亲都可以给一万四乘以六万 八万四千块 那五年您就可以把四十二万的财产 轻轻松松 对给你的小孩 而且是免税的 他也不必付税 我们自己也不必付税 对那如果说是主父母手头宽裕 要想要帮这些财富转给子女 然后帮孙儿孙女 那帮这个忙更好了 那我当然呢 我在讲座那天 我可以用报表仔细 把数字分析 让大家知道如何 钱是由小变踏 而且是完全的省税 所以马上就种下了这棵摇钱树 OK 那这个钱当以后拿出来用的话 是做任何用途都可以 不必局限于说教育 那个教育的话是529 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再讲529了 说实在529是一个trap 对你有了529政府就知道 你很有钱 你已经帮了你的孩子 存了大学教育资助 所以以后你也是没有办法 再申请大学教育资助 而且你要知道529是只能用在教育方面的 但是如果说你用了我这个产品的话 您自己比如说父母 他自己是owner 我们现在就拿这个8万4千块来说好了 你8万4千块 如果是以康胖的方式 陈上 对 付利是每年7.1的话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即便是这个钱不用在儿女身上 因为父母自己是owner 所以自己可以manage这个funk 将来自己退休如果没有钱 也是可以从这里面借出来的 而且借出来是不用还的 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免税的一个方法 那实际上要怎么样操作的话 我必须要在讲座当中把这个报表做给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规 而且非常legal的方式 能够让你免税 所有增长的钱都不用交税 而且轻轻松松也可以传到下一代或是下两代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像现在的市面 还有很多都是理财产品都是可以夫妻共用的 好像说第一个过世的人 然后如果是这个beneficiary 因为第一个人配偶的过世 他的这个spouse还可以继续一直用用用 用下去 有的时候甚至都用到超过本金的数字 这是什么产品啊 这个通常是一个join的annuity的产品 那刚刚Zola提到夫妻可以共用东西 实际上一讲到这夫妻可以共用 其实就有好几种 比如说我们要做estate planning的时候 就是要做一个second to die的一个life insurance 所以你的小孩等到你过世之后 就马上有一笔钱帮你付你的estate tax 那至于说您刚刚讲的夫妻可以一起继续使用 即使其中一个过世 另外也可以使用 那就是annuity里面的产品 它有一点像是政府 像政府的设安金的话 它也是夫妻可以共用的 但是如果这个太太一生都没有上班 没有收入的话 那到了退休的时候呢 它是领取先生设安金当中的50%的金额 就是一半 对 但是并不是说先生领取另外那一半 那先生是领取100% 太太就可以领50% 那这样子的话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annuity是不一样的 就是先生领多少 太太也可以领多少 以我们在insurance方面来计算的话 通常是太太会比先生长寿差不多七八年左右 如果说太太又比先生年纪小的话 您加加看 就是说如果说先生过世 如果中间大家都没有accident 先生过世之后太太还要过多少年 那这个如果是相差五岁的话 再加上七八年 十二年 就十二十三年了 对 要做十二年 太太要过十二年的寡妇 那这个时候钱从哪里来 那这个钱呢 当然除了这50%的设安金 还有另外这100%的退休金 可以照样一支一支领下去 一支领到太太过世为主 它的设安金是 这个太太如果是先生过世的话 太太就可以在先生过世以后 拿先生的百分之百 对 一模一样的数字 等于就是扬两条命 他就是放弃了自己的50% 拿先生的百分之百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百分之 FSA4这样的 FSA4 如果说先生在过世之前 还没有开始领设安金 太太就可以领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先生领了一次 就过世了 太太还是只能领百分之五十的 只要那个设安金是没有touch过的话 太太是可以拿百分之百 没错 但是你知道设安金 它本身是没有death benefit的 当然你这完全要看 比如说65岁开始拿吧 如果先生64岁过世 那太太是可以拿百分之百 先生百分之百 但如果说先生66岁过世 才领了一年 那太太就是百分之五十了 就是这样 你确定 我确定 好 那至于说是 Nucci就是不一样了 Nucci的话 如果说先生领了过世之后 太太不管活了多久 还是可以继续领下去的 如果说还有剩下的话 就是给孩子 那通常的话 有些家庭主妇的太太 就会说 莉莉我的退休金在哪里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而且呢 也是太太 先生爱太太 等于是一个夫妻接力 如果说先生过世的话 太太就可以以智取胜地拿到最高点 所以说一人过世呢 配偶也能够享受 终生享受 永无止境 我们在讲到这个过世事情 现在年底 我总觉得年关好像很难过 真的有一点魔咒是吧 我不晓得 我总觉得每次到年关的时候 左左右右都会听到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并且年纪都不大 对 年纪不大 你说年纪老了 如果说天气太冷 他们撑不过去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 好像都是五十几岁就忽然 而且是忽然过世的 忽然过世 对 平常也觉得说 他们好像也蛮有注重健康的 也看到他们有运动 你说身体这个超重 也没有说超太多吧 就也是看起来也是蛮正常的 像这两个礼拜 就听到好几个我周围认识的人 就这样走了 都还没有开始领涉安金 所以真的实在是很可惜 所以我要在这边跟观众呼吁一下 这个生死有命 那理财的话呢 常常听众朋友都觉得度假要比理财重要 明年要去哪里玩已经知道了 但是理财 明年再说吧 对 几个明年都过去了 对 而且都还没有动作 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周围的人 你就觉得说大家都会很长寿吧 因为大家都很健康 大家都很快乐 都有做运动 都有好好的吃东西 很仔细 很中意 可是永远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忽然就走掉了 走掉如果说这些 譬如说如果说是先生走掉 如果家里的财 都是先生一个人在理 那太太那简直是手忙脚乱 对 完全不知道 等于天塌下来一样 是 他的天就没有了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高高兴兴的时候 虽然说是不喜欢讲这种生死的事情 但是理财总归是您一年一年辛苦 除续下来的钱 好 而且也要为爱的人准备一下 的确是语重心长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 再跟大家说 李佳音将要在12月4号 本周日下午两点钟 在佳音理财办公室举办岁末年中的超级财经大奖座 报名电话是408-839-8596 408-839-8596 我们现在来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 就要来提一下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 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在12月31号之前做的 那这到底是有哪些呢 还有一些是在明年4月15号之前 还是可以做的 又有哪些呢 银码又是多少呢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KDSF26台 带您迎接美好的一天 周一至周五早上68 为您带来最及时的交通天气 设置是身边市生活资讯 及国内外新闻 一期定在KDSF承导新闻 周一至周五早上68 请锁定KDSF26台 大家好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有36年股市成功经验的Benny Choi 蔡明志老师要开课了 才小班制 见20个学生 上课时间12月10号周六 9点至4点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未来美股走势分析为主题 市场涨叠三角关系 熟练用无浪法判断波段 善用齐全增加收入 规避风险 现场教学 判断自己层次 短时间提高功力 准确判断股性 现场示范近出场时间 实际案例解析 11月30号之前 报名及付费者299 之后399 询问及报名电话 650-968-2000-103 650-968-2000-103 Maxfield Cupertino 汇聚湾区房地产贷款精英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快速便捷 互助文化 专业诚信 地产贷款并重 欲满湾区 强大的Long Processor 帮您解决贷款问题 最佳的Manager 带您走向成功之路 加入Maxfield 您信心的保证 请致电Vil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总链节 房地产经济 SVRE Beauty Inc 硅谷地产实业公司 从业15年 责任在心 实命必达 Loseltos Hills Listing 崭新豪宅 七房九玉 7800尺 占地5万1千尺 开价1190万 可溢价 有利者请致电650-867-1248 867-1248 总验杰 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电话和微信 650-867-1248 逆耳电脑 01377923 听众朋友 家英理财 免费国语讲座 如何将财富 留给子女 而免付税 于12月4号 星期日下午2点 Santa Clara 家英理财办公室 座位有限 务必报名 电话408-839-8596 408-839-8596 或email lily at golily.com 本讲座同页 请不参加 亲近朋友 欢迎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李佳音时间 李佳音 刚才我们在上的半场 Promise 听众朋友 要把一些事情 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做的 这些有哪些 对 譬如说小型商业东组 他们要set up一些401K 还有define benefit 这些东西 都是要12月31号 都已经要放进去的 还有如果说 你要做一些 IRA到RAS IRA的conversion 也是12月31号 所以很多东西 您要先计算一下 您今年401K 可以做哪一种contribution 都是在12月31号 之前要做好的 好 那还有哪一些 是在4月15号 就是明年 2017年 放进去 还是属于2016年的 Deduction呢 大部分都是 属于个人的IRA 个人的IRA方面呢 在4月15号之前 一定要进入你的账户 那当然您是可以 有几个月的时间 报了税之后 像有些是 Sep IRA的 必须要知道 今年到底赚了多少钱 然后才能计算出来的 但是也差不多了嘛 因为现在已经12月了 对 差不多 反正12月31号 上座出来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 明年可以contribute多少下去 所以说实在呢 12月31号 这个年底超级讲座 实际上还是蛮重要的 您听一听 如果还来得及 12月31号就可以做 如果说是明年的话 您也可以做一些 准备的工作 好 那关于自己的401K 还有IRA 加上Roth IRA等等 像这种比较 traditional的 retirement fund里面 我们现在在广播上面 也听到有一些专家 也在分析说 Rollover啦 或者把这种401K IRA或者是Roth IRA 的tax consequences 讲的 也让我们觉得 心有一点毛毛慌慌的 就觉得不敢 冒人有所动作 但是听到 如果转换 对我们的好处 也蛮多的话 又心里面 又想要要欲试 江音对这方面 有什么看法 对 您看看你们家里头的账 哪一份账户 哪一份户头 是你们家里面 钱最大的一笔 很多人呢 都是放在401K当中 要不然就是IRA 因为平常放在CD 或是在Saving Checking Account 都是比较 数额比较小的 或者是有些人呢 把它放在股票 或者是Mutual Fund里面 但是通常401K 为什么都是比较大的数字呢 因为政府规定 你59岁半之前 是不可以领取的 那因为这是税前的钱 所以的话 等到59岁半以后 开始领 就要开始缴税了 但是呢 我现在出来的一个 革命性的新产品 是什么 这革命性的新产品呢 它是一个长期护理 和人寿保险 两个混在一起的 一个Hybrid Product 我也听说过 有这种功能的 那你为什么说 它是新的 又是革命性的产品呢 因为呢 从前有 混合性的长期护理 跟人寿保险 这是非常Common的 你也知道 长期护理也是 等于说 前一段时间 你也知道 大概几年前 很多公司都不再 carry长期护理 所以现在很多 长期护理 都是用这种 Hybrid Product Hybrid长期护理 就是跟人寿保险搭 或是跟 innuity搭 但是这是第一次 听到 而且唯一的一家 是可以用 401K 或是IRA 来付钱的 因为这个是 税前的钱 通常长期护理 都会要求你 前面交一笔 比较大的金额 那比如说 拿10万块钱出来 有人说 我10万块钱拿不出来 我10万块钱 都是在401K 那就用401K 对 这样子就不会造成 你生活上的负担 如果说 在自己的401K里面 有很大一笔钱 拿出来了一笔钱 来买Long Term Care 那401K就 reduced by this much 但是 at the same time 你就得到了 长期护理的benefit 对 那有人就说了 那是不是 我把这401K 去买了长期护理 我就不用缴税了 那就不是这个样子 你税还是要缴的 但是它呢 是把你分成20年 它用20期 对 它10万块钱 等于是说 每年就是6000块钱 里面税的一点点 拿去缴税 这样子 当然还是要缴的啦 但是呢 它是有这样的方法 可以这样子做的 到目前只有这一家 而且它最大的好处 它是赔赏非常的大 因为我跟很多 长期护理的比较了之下 这一家真的是赔赏的最高 而且最最厉害的地方呢 它是可以永无止境的给付 哦 永无止境的 就是说benefit可以永无止境的拿 即使超过了自己的benefit的limit 还可以no limit的拿下去 对 因为从前的长期护理 给付的时间是4年7年 最多最多我看到是9年 可是这个产品却是可以lifetime的 我曾经算过一对夫妻是59岁 59岁他们是放了10万块钱进去 然后当然呢 它的base是付25个月 那它还有可以一个rider 可以变成50个月 还有一个rider是lifetime的 那大部分都是买lifetime啊 因为50个月 谁晓得万一51个月才过是怎么办 结果它这个夫妻呢 它是每人每个月可以赔8000块钱 哇 每人每个月 如果说今天这位夫妻不幸出了车祸 就是每个月16000块钱 所以你算一算 这是两年回本 两年回本 那当然这个长期护理是一个peace of mind 有些人就是觉得说 我不会得长期护理的 但是有些人却是非常害怕 因为家里面的长辈 因为有人说长期护理 可能也是会有一点遗传的 像是Alzheimer 就是老人痴呆症 它是属于长期护理 对 长期护理是可以claim的 那如果说自己的父亲母亲有这个话 那多半会 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You never know 对 所以的话如果说 因为它是跟人寿保险搭在一起 所以就是说 eventually这个钱也是拿得到的 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得到长期护理的话 所以的话 这个为什么强调是这一家呢 这一家它主要的好处 它就是可以用401K Aira RAS Aira 用CD 用你兑兑兑饭钱 通通都可以 而且是夫妻合买 我们刚刚讲夫妻公用的 夫妻公用有life insurance 有annualty 还有long term care 夫妻合用的话 怎么样呢 它给你40%off 对 它觉得你夫妻互相照顾的话 生病啦 或者用到long term care的几率 比单身的人要少一些 说实在long term care跟这个annualty 和life insurance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是可以跟人join 而这个人join呢 不一定少夫妻 姐妹也可以 你的roommate也可以 只要说这两个人househouse 是住在一起的 它就可以让你们两个合起来 一起买 都可以享受到40%off 对 对 就说只要有人陪伴着你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以后说不就发明说 狗猫陪伴也可以 不行啦 狗猫的命比较短一点吧 哎呦 挑一只小猫小狗 对 OK 好 那这个就是在 要讲到本周日 12月4号下午2点 要讲到这个 我们刚才所提的重点 里面的仔细的内容了 对 当然呢 这个讲座里面cover很多东西 我还会讲这些 税务策略及管理 还有各式各样的免费 免税计划如何做到 还有退休规划和策略 然后如何让你的退休金 越来越多取之不尽 耗之不竭 然后我们公司呢 也有support这些投资组合 与风险分析 不怕股市波澜起伏的一些 Prada 所以的话 您要是来了一次讲座 可能会收获很多 而且很可能改变您一生的经济状况 甚至于敷衍子身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第一个Prada 说实在 那真的是一个爱的礼物 可能照顾到自己 也照顾自己的小孩 好 那江音 我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里面的人呢 都越来越sophisticated 那也许呢 大家在听这些产品的介绍的时候就会想 这个的tax consequence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呢 我会不会说变成付了一次税 还不止还要付二次三次被磕税 所以怎么样在税务策划的管理上面 避免多重税务的被penalize到我们的身上 这方面您会不会touch base 对我当然会 比如说现在讲一个这个RMD好了 RMD如果说你计算的不好的话 它的罚款是50% 那比缴税还要可怕 那如何把做到这RMD的救援行动 您在70岁半的时候 我们全部自动帮你转账 自动帮你把这个RMD的percentage帮你算好 你就可以免去被罚款的时候 还是说你每年的IRA Contribution 如果说你不小心多存 你被国税局是罚多少 罚6个percent 那如果说您的progress放在我们这里 我们绝对不会把这种事情在您身上发生的 OK 所以这个也要深知税法 怎么样搭配自己的financial planning 那么现在在贵公司的这个部门 那除了理财之外 还有做教育基金 还有做其他比如说贷款的部门的吗 对 我们我是有realtor license的 我们有很多agent 你的license好多 license够用吧 这样讲好了 你很会念书很会考执照 这个执照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讲一下我们的执照 我这series6说实在 还没开门就要出钱 我每年差不多要交5000块钱的license fee 那天我遇到一个跟律师吃饭 跟我的律师吃饭 我问他说 你们每年要交多少钱的license fee 他说600块 律师啊 对 然后我还问了一个医生 医生说他每年交500块 我说哇 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行要5000块钱 听起来他们应该交多一点 对 感觉上他们是应该交多一点 他说那律师跟我说 对 我也觉得你们是交的蛮多 他们应该要买eral emission insurance 他们当然是啊 也可以买一个business insurance 那是一定要有的 我们这每一行都是不要有的 除了他的500600之外 他还要买其他的insurance 所以你提到的只是licensing fee 对 我们的license 因为要经过多层的监管 像有的时候客人到我办公室来说 我要开这个抗 我说你要开这个抗 不是今天就开得了 这里跟银行不一样 我至少要一个礼拜 你要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东西全部要寄到我的OECA里面 它全部要审核一遍 这是一个proper sale 你有没有在乱卖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需要 然后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ustomer 对 这是真的他需要 而且要calculate所有的资产 你不能说让他买了很大的一个某种产品 要跟他就是说跟他家里的要prorated 要tonal calculation要算好 然后另外呢 他还要检查我的license是否valid 有没有交我的这些license fee 然后每年还有continuation 对 这些course 我有没有准时的去上课去拿 所以要做我们这行 说实在是蛮辛苦的 而且要不停不停 常常的要这个 要update自己 对 所有的课都要按时 全部拿完 所有的license都要update 监管的人太多 所以等于是我们要交钱 让他们来监管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年的license fee要5000块钱 剩很多 听起来 好的 欢迎大家 现在就开始可以来打电话 报名参加李江音 在本周日12月4号星期天下午2点钟 所举办的这场年底的超级讲座 报名电话是408-839-8596 408-839-8596 办公室的地点是在3080 Oca Street C210 Sanaclara Oca的拼法是 O-L-C-O-T-T Street 3080 Oca Street C210 Sanaclara 感谢佳音 谢谢你 谢谢周乐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朋友 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接着呢 还要进行两段非常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资讯电话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这股华人电台 曾经低阶助理 懂中英文 有合法工作身份 办职周一至周五 会开车 克服态度好 工作地点在山顶城 工作环境家 有意者请将履历表 电邮至svcmediausa atgmail.com 立即安排面试 Rebecca Lean专业地产团队 为您细心规划地产投资 帮您办理房屋买卖 我们还可以为您一买一卖 同时操作 以便资金周转 详情请致电Rebecca Lean 408-720-6800 自身专业理财顾问 以望瑶 讲解岁末年中 三招省税 延税 免税 退休计划 一针见血 矽谷地产实业公司 负责人董燕杰 介绍该公司 全面业务范围 以及2017年 房地产趋势分析 专业理财师沈荣 讲解长期护理的种种用途 以及税务的来龙去脉 请于12月3号 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漫谈 美股新手堂 美股入门的第一堂课 跟着中文投资网 赚尽理财一桶金 等六月时代如何赚钱 怎样投资 才能生财有道 英文不好 担心错失美股机会吗 您的问题 都能在中文投资网 找到答案 美股市场开户 分析交易 一条龙教学 全方位指导 一切尽在中文投资网 美股入门课程 您报名了吗 报名热线 1800-958-8561 官方网址 ChineseFM.com 可添加微信中文王2016 卓越人生 理财有道 杰尼签理财时间 亲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卓越财富集团的副总裁 杰尼签 杰尼是MBA 金融和信息管理硕士 杰尼不仅是国际百万元桌 Top of the Table的顶尖理财顾问 她还担任国际百万元桌 US Tax Planning Committee 和US Protection Committee的高级顾问 恭喜杰尼最近连续获奖 8月杰尼荣获DAMA International Leader Award的最高白金奖 9月杰尼在加拿大的魁北克 再次传联MDRT百万元桌 Top of the Table顶尖荣誉 10月份又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领取National Life最高总裁奖 和连续2014、2015、2016 全美第一的三连贯最高荣誉 真是为我们华人争光啊 杰尼你好 说了你好 各位亲戚朋友大家好 杰尼 新总统川普的税收改革将会在2017年进行 请帮我们分析一下他最新提出的税务计划好吗 好的 美国当选的新总统川普呢 已经提出了自里根政府以来 美国最大的减税计划 根据今日美国报道 在新总统川普政府领导下 大家可以期待巨大的税务减免 当然根据美国立法程序 新的税收法案的通过 是需要经过众议院参议院和美国总统的同意 那因此呢 新的减税政策能够多快的实施 国会两院和总统团队的意见呢 能否达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到底新总统川普的这个新税务计划 对我们湾区的朋友 特别是华人朋友 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呢 那我们昨夜财富集团呢 与张路生会计师将在本周日 12月4号下午2点联合举办 新总统新税务专题讲座 张会议师呢会特别的分析 新总统Propose的新税制定的 将7个联邦税级呢 减至3个 这个税率分别是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三十三 到底对我们11040的税表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有是在企业所得税上 新总统希望调低企业的所得税 将最高的企业所得税 由于现在百分之三十五降至15% 针对合伙企业还有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等等 新总统呢将税率呢都定为百分之十五 针对公司的海外收入 新总统呢是提出对公司海外收入增收百分之八点七五的特别税收 那对于计划中的废除替代最低税和遗产税呢 那对我们将来的税务规划是如何考虑呢 那这些新税收对我们个人和公司究竟有多大影响呢 桑陆森会计师都会一一为您做出精彩的讲解和分析 卓越财富杰妮倩将携手湾区著名会计师张陆生教授 联合举办新总统新税务岁末理财年金讲座 讲座时间是本周日12月4号下午两点 讲座报名电话是8772538288 8772538288 杰妮听说讲座还有一个是关于如何有效保护资产 各种信托利弊的大比较是吗 是的我们讲座的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呢 是包括如何保护您的资产房地产不受债权人的追讨 如何在新总统新税制的制度下呢 正确的遗产规划的观念 那我们组约财富呢还特邀了资深的资产规划律师 将实力介绍最新的财产保护策略 还有就是遗产规划的误区和各种信托利弊的大比较 那我们讲座的第三个主题呢 就是年末的财税的规划了 在大家欢喜忙碌 尽情享受年底各个假期之前呢 一定呢是要提前检视一下您今年的财务计划 比如说今年您卖了股票房地产吗 房东资产规划的保护计划做好了吗 公司老板各种延税计划适合您吗 又转工作了 前4&K和Aira在股市波动中应该是公中代手 还是手中代工呢 房东应该如何合法税务规划呢 朋友们很多的program呢 就是按照12月31号来划线的 如果呢您错过了这一年底税务计划的时间 可能您就会错失一年合法税务盘变的好机会 卓越财富讲座时间是本周日12月4号下午2点 卓越财富监力欠将与资深会计师和律师 一起探讨新总统新税制对我们税表的影响 年底税务的最新法规和注意事项 房东税务和各种信托的利弊与局限 保费融资年金和保险的隐藏条款大比较 讲座的报名电话是877-253-8288 877-253-8288 另外座位有限不邀请同行参加 谢谢配合 谢谢接你 谢谢收乐 谢谢听众朋友的书记 期待在本周日子讲座 见到您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与年轻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有3Month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正业培训及back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西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西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昌星珠宝名赚总会 昌星每课论时都请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恒酒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最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Arts on Fire Roberta Coyne Mickey Noto 肖邦伯爵 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昌星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 Westfield Value Fair CH Premier Gimmy Peters 环球广场 查询请便408-983-2688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十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十一年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政 请便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CF立章Book.com L-E-E-S-L-E-E-Z-H-A-N-G-C-O-R-P.com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上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非证 扩带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层优惠 报名日线 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willrealtic.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判屋想做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 Sherry片时间 Sherry你好 Lily你好 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Sherry是盘石理财的负责人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题目呢 是围绕着pre-retirement的课程 这个subject Sherry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 越来越注重要有一个富足的退休生活 而pre-retirement 这个是一个阶段 让自己步入富足生活的一些思想 以及实际上的准备 对啊 现在其实很多不同的朋友们 以前其实在不同年龄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工作到65岁啊 或者就一辈子一直工作 可是其实现在的人大部分情况都会想早一点点退休 可能在50岁出头或者就是close to 60的时候就会想退休 可是退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是说我什么时候开始退休啊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problem需要上 退休的时候我还没有65岁 没有办法有medicare 那我的保险期中该怎么办 所以其实这些课程当中的话 我们会带领很多这样的topics 都有solution吗 应该是说每样事情都有一定的solution 可是不一定有个perfectsolution 还有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还有金钱啊 还有你的lifestyle的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所以一般将要退休的人 他们通常的问题就是 我能不能afford过一个退休的生活 就像您说的如果要提早退休 还不到60 那如果他活到90岁 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等于40年的钱够不够 还有那我怎么样来申请social security 什么时候去申请到哪里去申请 如果工作有pension那就更好了 什么时候来take这个process 还有那我在Ira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那关于我的health insurance 如果提前退休 谁来付呢 要付多少呢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知道早点退休的人 或者在退休以前 很多人说是不是我该什么时候 开始做准备 要是近年来 你又在两年真的就要退休的话 其实很多很多东西 就已经要开始好好看了 还有一个问题 Sherry就是我的继承人是要替我付遗产税吗 对啊 因为有些时候就像401K或退休账户留下给孩子 可能就会说 要是我的遗产现在是540万左右 要是我没有超过540万 那是不是我孩子就不用付遗产税 可是这些退休账户留给孩子的话 是需要缴income tax的 收入税 缴得税 所以说当有人来问到你 Sherry说 他的钱够不够退休 到底一个人他退休每个月每一年 要花多少钱 你一定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因为这些其实就是跟我们叫自己的生活的一个 Plystack很有关系 就是假如说有些人 比如说看你的房子有没有pay off 或者你有没有其他的income进来 其实还有你要不要在湾区退休 因为其实在湾区退休是比较昂贵的 因为房子啊 就算你的房子已经pay off 这边的房地产的地税都很贵 yes yes 所以可能是说 假如你有个200万的房子或100万的房子 easily一个月都大概每天一个房子 到1500块到2000块钱 可是很多时候想 你要是住在别的区或者别的州 或者一般搬回台湾或者大陆去住的话 反而这2000块钱美金的话 就变得很好用了 就很好用了 根本可能就你这边假如有房子的话 2000块其实可能就够了 并且这边的房子还可以租出去 是的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 到底需要多少钱退休 跟自己的我们说的lifestyle很有关系 像有些人假如说 我希望这边住住 那边住住 或者在台湾大陆或者美国都住住 或者有时候在孩子家住住 去带带生子 到处要travel的话 那这种费用就会贵很多 旅行现在越来越贵了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访谈sery的同时 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今天是3月18号 在4月2号 4月2号 在Sery Pan的凡时理财 他们打算办一个 Pre-retirement的课程的讲解 那所谓课程的讲解就是 来prepare大家 要知道要有一个好的富足的退休生活 之前您需要有哪一些知识 那这个方方面面呢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也会大致的都会把它包含在里面 希望大家要注意收听 是的 因为这些课程里头的话 其实讲蛮多的东西 所以假如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了解一下 因为我在最近也在 Mission College Poloto的High School 教了一些些 这些pre-retirement courses 这是主流非常注意 重视的一件事情 教了这么多课的时候 我也蛮有兴趣去教课 所以我觉得也蛮interesting 所以不仅在主流社会教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带到 华人的市场来教一些些课程 所以报名的电话号码是 408-404-8282 408-404-8282 4月2号由Sherry Pen 来教我们华人 pre-retirement course 华人要注意退休之前 必须知道的一些正确的知识 非常好 比如说刚才说 一个人要多少钱 才够退休的生活 您说看你的price tag price tag如果又要travel 又要干这个干那个 当然很贵 那至少我们还有一笔 social security的钱可以拿 那至少我们要拿到 full retirement的钱 比较划算 可是其实也很难讲 又要看看你的 full retirement的时候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 social security 越来越没有资金了 所以也知道最近 在去年10月的法律也改变 在5月1号 有一些些strategies 要是不做的话 就会expire掉 那对 做这些小小的改变 几项的法令改变的话 本来我们的social security 在2033年的时候 只有support70%的人 现在到 他至少这个小小改变 可以到2039年 所以至少extend了 additional six years 70% 那剩下30% 是哪一些倒霉蛋 那可能就是说 本来一个月是哪一千块的 那政府可能就只能 给你七百块了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 还是会一定cover 只是会有一个reduced benefit 那以前就开始拿的人 到了那个时候 70%这个policy 也会kick in吗 通常是会的 因为他们的budget 就只有这么多 所以变得是说 为什么政府必须要 尽量改进这些法律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的social security statement 你的full retirement age 以前是65 现在是越来越晚 67 67左右差不多 然后接着他们现在 也在talk 可能要变到69岁 我的天啊 谁把这个延后 我就不投谁做总统 所以就变得是说 很难讲是说 所以很多以前 大概60%的人 到70%的人 在nation外会 把social security 当作一个 supplemental retirement 可是要是你现在 只是二三十岁的话 可能我们都不用去 这么想这些事情了 只是就是要是在 你现在快要50岁 要60岁的话 要怎么拥有 这些social security 到底我应该 accountable多少 少在我的每一个月的花费当中 我到底真正可以拿多少钱 那或许自己 储蓄的钱就要多一点点了 好 讲完了social security 还有退休金 如果您这么lucky 在一个公司里面 或者是政府机构 有pension的plan 那您真是中了lotto 比中了lotto还开心 要拿pension出来 也有它的学问 也有它的窍门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pension 有不同的distribution 有些公司是可以 让你一次拿款 有些公司是可以 要你就是说 要annutization 在annutization的时候 就是要是说 我自己拿 可能拿的比较多 那可能是说 我太太是 reli on我的income的话 那希望我跟太太一起拿 拿到第二方死亡 或者要是说 有些人会想说 要是我跟我太太 要是不小心 你只拿了五年就走了 怎么办 那这个钱不确就没有了 那是不是想要 我的beneficiary一块去拿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其实经过一个 蛮精算的去考量 还有自己的financial的情况 去决定这个pension 要做怎么样的distribution 还有401K当中 也有不同的strategies 去做distribution 去怎么match 你自己的pension的distribution 还有你的税法 这些其实都是蛮重要的 所以听到要退休之前 做的计划 都是听到了distribution了 而不是contribution了 那另外关于Aira 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同时也要想到 Aira是不是可以加 自己小孩的名字上去呢 是啊 所以就像Aira来讲的话 假如是说 你现在手上有一笔钱 或者是说 你其实中国人都买多 买多房地产 有很多rental property 或许自己的 就是退休账户 Aira的钱 根本都不太需要用 可是不用的话 因为Uncle Sam 从来没有打过税 在这笔钱上面 他不开心 他不开心 所以就等于到70岁半的时候 你不拿出来 他还要panolize你50个percent 强迫你要拿 因为他要拿他的税 是的 所以呢 不拿他要panolize你 可是当你死亡的时候 给你孩子的时候 其实孩子也要缴一定的income tax 所以你这些东西 不做到很好的规划的处理的话 孩子的income tax 加上要再还有state tax的话 可能你Aira的钱 70个percent都没有了 那Hiri您觉得主流的人 他们对于这一块pre-retirement的course 他们都很认真的听 很认真的take note 然后就找了他们自己 心目中很尊敬的financial planner 来把它计划好 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吗 是的 在主流社会来讲也蛮interesting 大部分都是 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好的idea 认为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要请professional 而且就把他们规划 就是像建房子 就要请一个architect去建 然后先画一个蓝图 再决定自己要怎么做 所以在主流社会 其实这个是蛮popular的 大部分人都一定可能也不止一个 有可能有两三个financial advisor 跟planer 不是要这么多吗 就是要看到资产多少 还有他的expert 再加上可能还有attorney 所以这两三个planer都是work together 很多时候有受试会的 对对 因为一个planer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 他有的不做 那就请另外一个planer kick in 来帮这个家庭设计一个最好的退休计划 是啊 因为还有有些planer probably不做insurance 有些人做insurance 所以其实就是要看看他们手上的professional 已经有谁 所以主流社会 他们也很interesting 要learn很多不同的东西 而且我发现这里的students 也蛮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就是在学习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自己做 而只是想要先了解 所以出去问问题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effective的 去communication with他们的planer 对 明白了 那其实提到IRA IRA的distribution 这个中间的方式也有很多 对吧 是啊 IRA的distribution 其实就是假如你的公司里 有自己的股票在401K的话 其实distribution 有一些税务上的benefit 可以做得到 可是呢 有时候这个税务上的benefit 也会看看 到底是不是应该用那样的benefit 因为有时候税 完全缴出来的时候 也是蛮重的 然后IRA 我到底要先拿呢 还有我们以前有讲过很多 rough conversion的strategy 到底是我现在缴税 还是以后缴税 还有又讲到 假如手上已经很多人 买了life insurance 到底什么是这些life insurance 到底对我退休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benefit 因为很多人在讲 买life insurance 可能是失去一个 除处以后不用打税 可是不用打税状况下 你要怎么effectively 把这笔钱拿出来 因为大部分人 就是我们从年轻到 到直到退休 其实都很努力的存钱 可最重要 怎么样effectively 把钱拿出来 比这个都更重要 有时候 还有年轻也买了很多 所以怎么样的年金 对自己是最好的 哎呀 Sherry 提到年金的话 annuity 就想到自己的寿命 希望寿命活得长 因为是fixed income 就可以不停地拿钱 还有拿到最大限度的收入 另外呢 也希望在这个年金里面 也有最大 maximized的一个 但是benefit在里面 是啊 所以现在年金 也蛮五花八人的 就像有一些 最近比较popular 收20%的bonus 这个bonus 到底是什么样的bonus 是一个虚数啊 对啊 可是对自己 这个虚数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benefit 跟到我的退休的时候 对我的application 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 其实都是蛮重要 还有年金 也是因为 现在的利息 像昨天又说不加息 不加息 对年金整个market 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什么影响 对啊 然后还有最近法律 也规定的蔓延 有一个叫做 departmental labor DOL的法律 最近一定会在奥巴马 就是不做总统以后 都会有些 这个对年金 也很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假如说 有些人想要做年金的话 也是要快 因为在moving forward的话 很多年金的条款 就不会很好了 所以这些东西 跟自己的退休 都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是的 我们也多半都听到了 Sherry variable的annuity 还有index的annuity 这两个其实 跟他退休的年纪 也有关系 还有跟自己的 living benefit 也有关系 其实就是大家 买年金的目的 就跟另外一个 social security 有点像 希望越活越长 然后就有个 six benefit进来 可是要是这些 benefit有所改变 或者里头的费用 有所改变 或者里头投资 有什么改变的话 你的projection 跟你最后会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本来 我说我放一笔钱进去 一年比如说 可以拿到一万块 我的projection 可是要是突然间 这个projection 改变了对我整个 退休生活 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投资 跟做什么样的计划 跟自己的整个 全盘规划非常重要 其实听听 如果一个退休的人 他已经没有 earned income了 而他的退休金 里面的钱 常常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 而造成 他的基数降低 或者是每个月 提领的钱降低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让人伤心的事情 因为他等于是 束手无策了 所以在退休之前 选择一些 guarantee的东西 还比较好 有时候是这样子讲的 可是有时候 guarantee的话 就像刚刚您有讲过 要是我的生命 活得太长 guarantee的 return比较低的时候 比如说 没有办法 outpace inflation的话 那怎么办 哎呦 那确实要是我 没有outlive我的钱的话 或者我的钱 没有办法 应该是说 我的钱要outlive我的life expectancy 才make sense 要不然等一下 我回到95岁 我没有钱了 谁来养我 我们做中国人 也不希望孩子 就是麻烦自己的孩子 总是希望留些钱 给自己的孩子的 是的 是的 好 另外还有就是 long-term care 也非常的受到 华人的投资朋友重视的 要买一个 long-term care的保险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要用到了 因为护理这方面是 medical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不包括的 还有遗产税 到底会在我们的 拆枪里面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们就请Herry 来告诉我们 在4月2号 这一天要办的 这一场 pre-retirement课程的解释 这里面包括 有哪几个重要的subject 在4月号的话 我可能会go through一些 就是想 比如说最近 比较popular的topic 我通常教课的话 平常的课程 是六个小时 所以这个小时当中 我们大概会go through 八个chapter 所以我现在想 condense一下 可能这堂 就是以后的课 可能就是大概 交三个小时左右 然后focus上一些 比较重要的topic 比如说像你的 social security 还有medicare long-term care 跟medicare 有什么样的关联 然后我要什么时候 拿social security 还有最重要 我到底要怎么样 把我的钱 从我的401k拿出来 假如我不需要用这些钱 想要传给我的孩子的话 我要怎么样 帮我孩子 minimize income tax OK 所以4月2号这一场 一个小时左右的seminar 就是纯粹介绍 pre-retirement course 里面的几个重要点 那这个课程 就是非常solid的了 就是您学习了 这四个五个subject以后 您对于五六年之内 要退休 您就是真的要这样 去执行了 是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上课的话 就会go through 很多detail这些topic 然后从这些detailtopic后 大家就会比较多的 good idea 然后再想说 请怎么样的professional 来帮他规划以后的 退休生活 太好了 那我认为这场 4月2号的解释 pre-retirement course的seminar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踊跃的 来报名参加 千万不要浪费掉 这个机会 报名电话是 408-404-8282 408-404-8282 时间是在 4月2号早上 10点半开始 其他的资讯 就请打电话到 408-404-8282 来询问 来查询 来报名 谢谢你 Siri 谢谢各位听众 晚安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 替古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及主持人的厅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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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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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